第2510集 文言 君墨清楚罗怀安的意思 立刻起身说道 好 我先到外面去转转 多谢 罗怀安看着君墨笑呵呵地说道 随后 罗怀安再度看向夜晨 犹豫了片刻开口问道 夜晨小遥 我方才听到的声音 文言 夜晨清楚罗怀安所想 但是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轮回目的 无法告诉罗怀安真相 因此心中略感羞愧地开口说道 我手中 有韩前辈留下的一颗琉璃明珠 其中有韩前辈留下的一道神念之力 因为在九汉门遇到危险 所以引动了韩前辈的神念 听到夜晨这话 罗怀安目光复杂 他还以为师尊回来了 没想到只是一道神念 不知我能否见上一面 罗怀安忍不住开口说道 文言夜晨在轮回目的之中询问韩文心 是否愿意与罗恨安见面 韩文心目光复杂 沉思了一阵 最终却是摇了摇头 算了吧 这样做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 还是不见了 韩文心说罢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从身上取出遗物 是一面盛气流转 气息恢弘的镜子 这镜子之中 竟然有花草山川 大江大河 显然是一处异空间 将这镜子交给他吧 这是我昔日专门为他炼制的 只是离开之时 为了斩断因果 将此物拿走了 看着这面镜子 夜晨目光闪动 随即点了点头 将镜子收下 退出了轮回目的 此刻看着罗怀安 夜晨略在歉意地开口说道 罗宗主 韩前辈的神念在引动之后 便消散了 不过他却是给我留下一物 让我将这个东西交给你 说吧 夜晨将韩文心交给自己的镜子 递给罗怀安 而罗怀安目光落在这镜子之上 看到镜子中 那处风景秀丽的异空间 眼中无尽柔光显现 山川一世镜 没想到又见到了 罗怀安双手接过山川一世镜 眼中有水汽流转 激动得身躯微颤 最终将山川一世镜贴身收好 收敛了自己激动的情绪 毕竟已经是一宗之主 罗怀安就算此刻情绪再大 也不能在夜晨这个小辈面前 展现出来 随后 罗怀安与夜晨闲聊了片刻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眼中惊光一闪 不久前 有一位戴着面纱的神秘女子 前来我九寒门 对方和我谈话之时 倒是提起过你 说你是一位不凡的存在 罗怀安看着夜晨开口说道 戴着面纱的神秘女子 夜晨闻言心中微动 戴着面纱又认识自己 似乎很可能是那位绝寒帝宫的公主 对方是绝寒帝尊的传人 因为绝寒帝尊与我九寒门有一定联系 当年寄存了一件上古圣物 在我九寒门 那神秘女子便是前来索要的 我本以为此圣物不会有人来娶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绝寒帝尊曾留下一言 何言 夜晨问道 罗怀安眸子微眯犹豫了几秒 开口道 戴得归人圣物时 便为狱外震酒消 罗怀安看着夜晨 目光玩味地笑道 那日那神秘女子 对夜晨可是推崇有加 她活了这么久 倒是看出来些端倪 夜晨与神秘女子之间 肯定有些故事 听到罗怀安这话 夜晨微微寒手 确定对方口中的神秘女子 必定是自己认识的那位 绝寒帝宫的公主 随后 夜晨想到神秘女子之前 还被各方势力追杀 不知现在摆脱危险了没 忍不住开口问道 不知道她拿了东西之后 去了哪里 看着夜晨关切的样子 罗怀安笑了笑 随即开口道 她取走那件上古圣物 倒是没有离开太远 目前就在附近的一处 绝寒山巅之上修行 就在附近 夜晨眉头微挑 看来此件事了之后 她应该前去看看 对方若是有麻烦的话 自己也能帮上一些忙 又聊了片刻 夜晨便向罗怀安提出离开 而罗怀安倒是劝夜晨多留几日 不过夜晨态度坚决 她便也同意了 随后 夜晨找到君墨 一同向罗怀安请辞 罗怀安则是和善地答应下来 临走之时 罗怀安叫住了夜晨二人 两位小友 以后你们便是我九寒门的贵客 若是有什么麻烦 尽管来找我 好 多谢罗总主 保重 夜晨文言目光震动 罗怀安重情重义 自己不过告诉对方 只是偶然得到了韩文心的一道神念而已 罗怀安就对待自己如此友善 可想而知 罗怀安是多么重情义的人 而君墨看着罗怀安转身离去 也是赞叹地点了点头 对罗怀安这样的明君圣主 感到很是敬佩 很快 夜晨与君墨一同回到无双古城 刚刚踏入这座古城 夜晨二人便吸引了无数目光 看到他们的人 都露出了惊异和愤怒的神色 该死 混账 你这个王八蛋 竟然真的将君墨从九寒门救出来了 你得罪了九寒门 你是要害死我们整个君家 没错 你们两人都是君家的罪人 君墨 你罪该万死 家族一定会惩戒你和你的家人 此刻 随着一声声怒吼响起 夜晨与君墨的眼神也更加冰冷 不过他们两个懒得理会君家的这些人 直接向着君墨父母所住的地方而去 与此同时 君墨的大叔和三叔也得知了夜晨带着君墨回归的消息 两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君天爷此刻目光悚然 看着自己的三弟君朝阳 夜晨这个疯子 竟然真的将君墨带回来了 这下死定了 夜晨此举必然惹怒了九寒门 到时候九寒门降罪下来 别说你我二人走上高位 到时候整个君家都可能覆灭 大长老甚至会出手将你我二人抹除 不行 我一定要让君墨回到九寒门去 跪着认罪 不然的话 九寒门怪罪下来太可怕了 此刻君朝阳也是面色惨白 下一刻直接迈步走出了房间 另一边 夜晨二人已经来到君墨父母的家中 此刻这里已经有不少君家人围着 要贺令君墨立刻回到九寒门 看着这些人的样子 君墨目光冷漠 直接开口贺骂道 都给我滚 君墨气势外放 血忧骨体爆发 灰红的血光映照四方 浩荡的威压席卷开来 这些君家人一个个目光骇然 有实力低微的 甚至直接跪在了地上 血忧骨体对君家人的克制太强了 只要不突破乾坤境 几乎没有人能够对抗君墨血忧骨体的威压 之前君墨对君家还充满感情 不愿意动用血忧骨体 但是此刻君家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寒心 因此爆发血忧骨体 直接用威压镇压这些人 还不滚 难道等我出手抹除了你们吗 君墨目光冷然 看着这些围住家门的人呵斥道 此话一出 这些人感觉一股寒意 从脊背生腾而起 不由打了个寒战 下一刻再也不敢放肆 全都惶恐地转身离去 随后叶臣随着君墨进入君家 看到君墨安全归来 君墨父母喜机而起 对叶臣感恩戴德 甚至要磕头道谢 被叶臣连忙扶起 随后他们将六道符归还给叶臣 看着君墨与父母的温馨画面 叶臣淡然一笑 直到此刻需要让他们一家人相处 便直接告辞了 至于君家这些人的态度 看法 叶臣根本不在乎 君家的大长老等人 若是敢为难君墨 到时候九寒门恐怕要动的 就是他们了 君墨送叶臣离开 随后又回家与父母聊天 没过多久 便见大长老带着一众君家人 匆匆赶来 君墨 你这个叛徒 谁让你回来的 你可知道你回来 会让君家覆灭 你惹怒了九寒门 你死定了 叶臣这个混账东西 也必死无疑 大长老气得胡须乱颤 心中惊恐 九寒门可能问罪的事情 恨不得立刻出手 将君墨震杀 嗯 君墨听到大长老的话 却是眼中寒芒闪动 老匹夫 你再敢多说叶臣一句 信不信就算死 我也要你付出代价 此刻 君墨血由骨体激活 狂暴地威压席卷而来 大长老都是目露惊骇之色 他感到体内的力量 都变得迟缓 在君墨面前 想要动用恐怕都极为艰难 你这叛逆 你还想镇压我 君家待你不薄 你却要置君家于死地 此刻大长老惊恐与愤怒交加 看着君墨怒骂 但却不敢动手 而君家的其他长老 组成长老会的成员 此刻也凝重地看着君墨 血由骨体的压制太可怕了 他们联手都不一定是君墨的对手 此刻也不敢对君墨出手了 这其中 君田野与君朝阳也在 原本他们还想借着身份来呵斥君墨 让君墨回九寒门 但是君墨此刻爆发而出的气势 让他们心中悚然 也不敢再对君墨放肆 一时间 君墨与众人僵持 随后君墨不耐烦地看了他们一眼 收敛了心中的杀意 还是不忍心对他们出手 都滚吧 有什么事情找九寒门去说 别再来麻烦我 不然我不会再留守 到时候你们都要 补君化等人的后尘 嗯 你什么意思 君化他们人呢 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人回来 此刻 大长老也是面色一变 君墨与叶尘回来 他却没见到君化等人 这其中恐怕发生了什么事 好 三月 三月 整理小明天 宾